各位视频朋友各位媒体朋友大家玩大家好 感谢您线上观看2月11日台南市政府COVID-19防疫记者会 共同关心台南最新疫情情况以及市府防疫作为 今天的记者会主要向大家报告他现是确诊者的足迹 匡列的人数以及筛减的情形 其次今天是国民中小学高中的开学日 昨天不论是北台湾南台湾皆传出有学生确诊的消息 引起学校以及家长高度的关注 黄伟哲市长更连续两天前往校园进行防疫准备的视察 今天也会进一步向市民朋友做说明 希望学生放心家长安心 以上是今天记者会的两大主题 由黄伟哲市长卫生局徐玉林局长 教育局郑幸会局长亲自向大家做说明 首先让我们先有请黄伟哲市长 是各位市民朋友们各位媒体先进大家好 我们会在跟往常下午3点钟开防疫记者会不一样 选择在早上11点开防疫记者会的原因是 因为这一次的防疫事件 值得因为今天是开学日 许多家长非常关心 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 就让关心的朋友们能够得知这个状况 今天谈谈市是加龄 但是因为有确诊者足迹 所以导致我们必须要匡列 扩大匡列 又因为跟确诊者接触的人是国小的学生 有一部分是国小学生 基本上是属于12岁以下 12岁以下的学生都还没有接种过疫苗 因此我们特别用比较高规格的标准 来去做一个匡列的动作 那时间续大概是2月7号 8号 9号 三天 在某高中 台南市某高中 有举办一个东令营 其中的对付老师 有一位 他居住在隔壁县市 然后他的家人在隔壁县市确诊 他被通知去裁检 一裁检之下 在2月9号 裁检的结果出来了 是阳性 然后CT值大概只有16点多 所以说是属于传染的高峰期 因为他2月7号 8号 9号 他参加过 虽然不是住在台南 但他参加过台南的营队 所以跟他接触的相关的其他的对付老师 还有其他的学员 主要是国小生为主 对付老师是高中生 还有该校的教职员 总共有134位都已经居家隔离 另外有11位是其他第二层的接触者 那是居家 是自我健康监测 所以说这部分总共有145位 另外在第二层的部分 在其他的跟被确诊者接触的这些 145位134位中间 他的家属 他其他的家属 第二层的部分 第三层的部分 那总共有210位 都已经初步快筛是阴性 那我们属于自我健康监测的部分 那所以是自我健康监测 这部分 详细的部分 我们请卫生局局长来跟各位报告 台南市政府的这个相关的一个防疫作为 请 各位视频朋友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早安 那这边跟大家报告 那这个案例其实是下午才会公布 但是跟重要疫情指挥中心 有报告达成共识之后 提早在今天早上来公布 来让大家安定一下 这个说明这个状况 这个案19528 它本身是高雄的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 那已经完整接种两剂的COVID-19疫苗 那在2月3号开始有出现喉咙托咙症状 没有就医 那2月9号的时候 因为他的亲友是高雄市的确诊个案 所以他陪同他的爸妈一起去裁检 那一家三口目前都是确诊 那确诊之后 我们就回溯他的一个疫调 在2月7号到2月9号 到我们台南市某高中参加东令营 他每天早上6点半到7点半 是有家人接送到我们的台南市 但是回家的时候 在2月7号是下午5点33分 到6点06分 搭乘台铁区间车3231 大桥到岗山 2月8号也是晚上6点28到7点的时候 搭大桥到岗山的区间车3241 2月9号的晚上6点到6点46分 也是搭大桥到岗山的区间车3237 他回去的时候是搭区间车回去 那我们也尽快地在捞我们的十联制的一个名单 来做简讯的发放 那如果你自己没有做落实十联制 你在这个时间点是同框者 我们也欢迎你来永康卫生所 索取这个居家快赛的试剂 那跟事情上刚才已经提过 居家隔离有134位 外县市有10位 那其中包含了高中教职员3人 东丽营队的队府就是高中生 本市有34人 东丽营的同学就是国小学生 本市有45人 因为这些小朋友 我们陪同居家隔离的家长有42位 那其他的厨工啊 高中教职员比较没有接触的 有11位做自我健康监测 那这边跟大家报告 为什么昨天第一时间是安排这些小朋友 国小生跟家长 还有高中生 立即到我们集中检疫所去做隔离 因为Omicron的传染力很强 这样才有办法落实 避免社区的传播 另外是 我们如果先安排到医院去裁检 再到集中检疫所 我们考虑到小朋友的身心的负荷 尤其是你要到医院 又要耽搁一些时间 然后再转到我们的集中检疫所 所以我们主要是 直接安排到集中检疫所去入住之后 再由医院入内裁检 这都是考虑到我们市民的方便 跟我们这些高中生 国小生的一个身心的一个 心灵上的一个照顾 所以还是跟大家说明 为什么昨天是这样安排 第一个是兼顾防疫 跟我们市民的便利 那另外是这个确诊的足迹 都已经消毒完毕 包含高中的这个营队的场域 那包含这个台铁方面 其实我们都已经在第一时间 都完成清销 那因为这次 我们居隔的对象 是比较不一样的 都是年纪比较轻的 高中学子跟国小学童 所以我们台南市卫生局 有针对这些居隔的学生 做心理支持的关怀作为 全部的学生都会进行电话 关怀 疏解心中的焦虑跟压力 尤其是有些高中的同学 是自己居隔的 我想压力会蛮大的 那我们会评估情绪的状况 随时调整关怀的次数 高风险者会转介心理师 进行心理资商的辅导 那当然我们的国小生 有家长陪同 但是家长其实压力也蛮大的 我们也都会一起做这个 电话的关怀跟心理的一个辅导 另外我们提供1925 24小时免付费的安心专线 有专人接听 如果在居隔的同学们 有一些心灵上的问题 可以随时打这个专线 可以帮助舒缓你情绪的压力 那必要时我们会转介心理师 做更进一步的心理资商辅导 那另外一个提到 除了十年自备通知之外 如果你曾搭乘下列台铁区间车 2月7号3231班次 2月8号3241班次 2月7号是5点半到6点 下午5点半到晚上6点 3231 2月8号3241是从大桥到岡山 6点28到7点 2月9号3237是从大桥到岡山 晚上6点到6点46分 这图场上都会显示 如果你有同框者 请携带身份证到永康卫生所领取居家快筛 不居台南市民 如果你有同框者 原则上我们就会协助您做快筛筛检 那如果有呈现阳性 要赶快拨我们的防疫专线 那也因为这样子跟大家提供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疫苗拨补量是非常的足够 所以除了原有的1922跟台南打疫苗之外 我们台南市也加开了好多场的疫苗 尤其在我们现在开始有一些活动足迹的时候 我想市民出来打疫苗 有一些部分市民第一季第二季也还没完成 也拜托大家赶快出来打 在2月12号礼拜六的新营区的南银堂打莫德纳 用台南打疫苗预约 上话多功能活动中心的上午也是打莫德纳 在2月13号礼拜天的北区许时音乐图书馆 整天打高端疫苗 2月14号礼拜一整天在中西区卫生所打莫德纳 2月15号礼拜二整天在北区许时音乐图书馆打高端疫苗 另外我们跟对西北地方 我们在2月12号礼拜六上午在安定图书馆打莫德纳 2月15号礼拜二下午一点半到三点 东山区大科理活动中心打BNT 2月16号早上午在东区卫生所打莫德纳 2月17号一点半到四点 在东山区大科理活动中心打莫德纳 另外是2月18号礼拜五六十五岁以上造册 整天在中西区卫生所打莫德纳 然后在台南打疫苗预约 在关归人区也是打莫德纳 所以我们这一次也跟中央争取到 比较多量的莫德纳来提供我们市民 做第一剂 第二剂跟最佳剂的施打 所以在这个有活动足迹的当下 也拜托我们台南市民多多配合 你没有完成疫苗接种的 请赶快出来接种 不管是第一剂 第二剂还是最佳剂 以上报告 好 谢谢 因为这次因为有这个没有打疫苗的 没有疫苗可打的12岁以下的学童 跟确诊者接触 而且确诊者的这个CT值相当低 专染性相当高 因此我们用在第一时间用很快的方式 因为他2月9号确诊了 那我们2月9号就马上来匡列 然后2月10号就让他们进驻 2月10号嘛 进驻这个集中检疫所 那基本上我们希望了 当然希望说他们都在14天的居家隔离的时间里面 都能够没有发病 那出来之后也没有发病 那能够持续阴性 那让他们平安度过这个可能的危机 那接下来对于校园防疫的这个整备的部分 那由于牵涉到这次的应对 跟确诊者接触的人都是学生 我们请教育局政局长跟各位报告 提接今天是校园开学 我们校园的防疫准备的状况 以及如果有师生确诊的部分的规范的作为 来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请政局长 市长还有各位市面朋友大家好 那连续刚刚我们这个许局长针对有确诊的这个学生 那某一个学校那么办理了这个应对 那后续的我们处理给跟大家做检要报告 那其中我们大概有26校 大概有45位的学生呢 有参理该应对 那当然这其中这些学生 因为接触确诊者所以已经都被匡列 那么要进行了居家隔离 那接下来我们后续的第二层的追踪 就是这些学生是否有在寒假期间有返校 那进我们清查结果呢 事实上有三位回到学校参与学校活动 所以接下来我们紧急的去针对 有接触这些匡列者的学生 进行第二层的阻断的预防性措施 那目前来讲 我们大概都已经掌握所有的一个学生的 一个第二层接触者 那么进行了预防性的所谓停课 这些学生今天跟明天会有两天的一个假期 那当然礼拜一我们会确认这些所有 这个被匡列者如果採检 基本上都是阴性 那身体的状况也都良好 那基本上就可以正常回到学校 我想第二层的阻断的预防 我们还是要做的相对的是到位的 每一天一定要关怀学生他的自主健康的状况 那身体有不速 那立即通知家长 那就不要来学校上学 我想这个是过渡题 大家一起关心自己 守护自己 也守护他的 那至于市长刚刚特别提到的 那个防疫的措施的部分 其实我们非常谢谢各位学校的全力配合 当然家长也很重要 包括整个物资的准备 环境的清销 那么今天正是 这个迎接所有的学生入学了 那入学前 在家里面 那么都要量体温 入校量体温 下午上课之前量体温 这个基本上在掌握学生的健康状况 那在学校里面 要全程佩戴口罩 除了饮水跟午餐 那我们午餐也有用隔板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 也请家长一起来配合那么多关怀 那另外就是家长的部分的民禁 我们不得不采取比较严格的管制 所以如果有洽 到学校洽工 我想我们都会设置专区 请家长能够配合 那另外我们对于 这个教职员工的施打 刚刚市长也特别在这个提醒 我们的教职员工的施打率 已经达到98.4 当然还要在更高的 所谓完成第二季的施打 那第三季的部分目前是48 那因为最近他们有登记了 所以开始也会进行第三季的施打 那希望能够提高施打率 让我们老师都具有防护力 我想对学生来讲也是具有守护力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整个配套的 预防性的停课的部分呢 一级指的这个阶段 当然配合中央的 那么有确诊 一个学校有两位的话 我们就全校停课14天 那一般有一位确诊的话 那一般就停课14天 那全校停三天进行清销跟疫调 那如果又有发现确诊 就会增行全校性的所谓停课 那我们台南市呢 更严谨的看待Omicron的传染力 所以如果有资深被匡列 那因为接触刚刚讲第二层的阻断防护呢 他们有接触了被匡列者 所以我们该班呢 就一方性的停课两天 那全学校停一天进行全面性的清销 所以某私立高中 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作为 所以今天基本上他们是全校 进行停课跟进行清销 那接下来还有所谓家人 如果有被匡列的话 那这个学生呢 我们也给他两天的 预防性的这个停课 但是停课在家不停学 这个是我们的一日配套 一起来防护 我想我们校园才会更安全 学生才会更安全 家长也放心 以上说明 谢谢 好谢谢 我们谢谢政局长 那因为我们还是在重申 跟各位简要的这个重申一遍 这个案15928 19528 案19528 他是居住在隔壁县市 他是受到家人的 疑似受到家人的这个感染 然后在2月9号 因为家人已经发病了 所以他被通知去採检 那2月10号 也就是昨天 採检结果出来 马上他已经这个确诊了 马上我们就将他的接触者 也就是他营队中的所有的学员 包括对付老师 还有包括那个学校 某学校 某高中的一些老师 厨工等等相关第一层第二层 直接间接接接触者 来加以做适当的处理 一部分134位做居家隔离 另外11位做自我健康监测 那另外呢 在另外这些居家隔离的人 跟自我健康监测的人 他的接触者 跟其他的他的家属 跟家人跟朋友 那总共有210位 也都请他们来做快筛 然后目前为止都阴性 那我们接下来请我们 卫生局许署长跟各位做补充 好那这边跟大家补充 因为台南市是第一次 做这么大规模的居家隔离 也感谢所有配合居家隔离的市民 为了防疫牺牲你们的不便 那尤其是我们的家长 因为要照顾小朋友 其实很不容易 尤其您可能也会承受部分的 那个染疫的风险 还是在此感谢我们的市民 朋友的配合 那由你们的配合 我想台南市的防疫会做更好 以上谢谢 好谢谢 好的那今天呢 没有媒体呢 提出相关的问题 那以上呢 感谢黄伟哲市长 卫生局局林局长 然后教育局政局长的一个说明 那也感谢市民朋友的线上观看 今天2月11号的防疫记者会 就到这边结束 再次谢谢大家 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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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